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以来纽约最大的一场暴风雪 我现在在地铁站,我坐的这趟地铁不到我去的终点站了 所以我要步行差不多两个小时到我要去的终点站 今天的降雪量恐怕要达到24处 大家看一下地铁站的出入口全部被大雪覆盖了 纽约要进入连续三天的暴风雪天气 纽约市的非必要车辆在今天早上六点起就开始现行了 走在我前面的都是要步行回家的 今天的天气极端的恶劣 我觉得今天的天气是极端的恶劣 大雪和大风是混合在一起的 这场暴风雪被气象频道称为奥莱纳 今天是纽约市五年来罕见的暴风雪天气 我走着走着天都走黑了 地铁站的员工告诉我们说 有免费的公交车可以中转 但是我走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看到公交车 我走着走着突然闻到一股很怪的气味 大家看我后面电闪了一面的 听旁边的人说好像是电缆着火了 好像说是电缆断了 然后造成了短路 然后产生了电浮 然后就高温然后就冒烟了 反正那个人也说不明白 他说他也不是很懂 我更不懂了 大家网友看了觉得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我眼前的场景好像是世界末日 也有点像好莱坞的灾难大片 刚才那几个墨西哥人讲的是西班牙语 前面还有个小朋友 前面终于来了一辆公交车 但是这里不是停靠的站 所以公交车就开走了 然后在后面的一个小时 我也再也没有看到公共汽车了 我现在脚下这个社区叫做杰克逊高地 这里主要居住的是墨西哥人 南美洲人 印度人 还有华人 这里是纽约民族多元化的大熔炉 我感觉自己好像在电影的拍摄现场 穿越到了航殿 大家看街对面还有一个人从火光旁边走过 胆子真是太大了 我前面这个墨西哥小哥也是胆子大 比我胆子还要大 墨西哥大哥也开始拍视频了 在纽约做自媒体的朋友们还是相当的勤快 哪里发生点什么事情 不管大事还是小事 好事还是坏事 大家都一窝蜂的跑去拍 请各位好朋友这几天都要关注我的视频 因为纽约要连续下三天的暴风雪 总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马路的上方就是地铁的轨道 下面过汽车 上面过地铁 不知道几个中国人 他们也在等公交车 我们几个人站在这里 又等了半个小时 一直没有等来公交车 大家还是决定一直往前走 天生晚了 路上又没有什么人 我还是比较心虚 我害怕自己的手机被抢了 碰到这几个老乡一起走 我就没有那么担心了 我终于走到华人社区法拉盛了 我右手边就是公交站 我还要坐半个小时的公交车 才能到家 公交车上就只有我一个人 终于下车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